您算癌症死亡率继续稳坐全美第一 而且平均每三位的美国亚裔 只有一个人有机会 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被诊断出有癌症 不过全美权威 癌症研究中心之一的 希望城2018年又有新突破的治疗法 目标是要帮助华人治愈癌症 前进南加州希望城 拜访专业的医疗团队 探索全新的研发技术 KATI治疗法 不仅成功能攻克传统抗癌治疗中 抗癌药物进入人体后 伴随着潜衰期的问题 且藉由细胞对抗癌症 从他们骨髓均线者身体里面 取出他们的免疫细胞 然后我们把免疫细胞进行修饰 让他们经过教育 能够识别病人自己的肿瘤细胞 然后经过体外扩增 然后把这些细胞放回到病人体内 这样就等于说是 我们用病人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达到来消灭病人自己的肿瘤 这样一个目的 在中外民医团队共同合作下 不只大大提高细胞培植技术 且超过传统疗法 突破原本只有六个月的平均存活率 且仅有7%的治愈率 但是用Carty的话呢 这个完全缓解的可能性就变成了50%多 所以是这个数目还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Carty这有史以来在去年2017年10月18号呢 FDA第一次有史以来批准了一个叫基因治疗 来治疗淋巴癌 年年都有新突破外 延续40多年专业骨髓和癌症研究的好口碑 男家都希望成更精益求精 不断为患者和家庭带来一次次的新希望 同时我们也有Carty对不同的肿瘤病人 包括血癌的病人 包括比如说前年线 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Carty会进入临床 我们有一个Carty是针对乳腺癌到大脑转移的 那个马上会在临床上也会有 完善考量癌症病患的需求 希望成更结合先进的癌症研究 专业癌症的治疗与贴心的华语服务 要造福更多患者治愈癌症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希望成官网 东西新闻李宗耀杨平俊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